你是花了多少时间 挖出汤鸡肉鸡肉 那么多的资讯 其实那个视频是 刷一刷 你好 我是尹霜 2021年即将来到一个尾声 那今天的刷一刷就要带你回顾 今年发生最大娱乐圈的事情 不过在那之前 今天我的特别加编就是 名嘴李腾 哈啰 大家好 当然还有大网红夏雪 嗨 那我要先问两位 如果说2021年 发生最大的娱乐圈的 一个新闻或事件 在你们脑海中第一浮现的是什么 你要他本人在这边 你还会想到别的吗 对 就肯定是之前的那些事情 是NLC的大概 好 所以这事件到底会不会出现在 我们五大新闻当中呢 我们就一一地回顾 好 第一件我想聊的就是 你还记得吗 在年头发生了本地娱乐圈的霸凌事件 对 我在吉隆坡拍戏 对 台湾也有一个比较资深的艺人 他就做了一些不尊重的话 我还一边生气 但是一边在流泪 因为被霸凌的 夏雪 你知道其实我们这个演艺圈 那个结构是比较重的 对 我觉得在可能网红界那里 比较没有那么多的结构 对 所以可能 你问他不准 因为他是最高的 对 他就是最高的 他是网红界的舞台 能看他刚对得对也对得这么轻松 对 就是拍戏的时候 通常就是好像有年纪比较大 或者比较有经验的艺人 你们就会讲什么歌 什么剪 这样子 我们网红就没有这种东西 你们有没有曾经被霸凌过 在各自的圈子 我看没有人敢霸凌我吧 真的 其实你霸凌我的话 我可能 我不会就静静坐在那边给你霸凌 我是这样觉得 双倍奋还是不是 对 你懂我以前在读大学的时候 那时候是博物 那时候他就很出名了 每一个跟他对杠了 没有一个好下场 真的 其实我们比较被动的是 有些时候我们要讲的一个东西 但是出来在报章媒体上 他们的黑线标题 其实是跟那个没有关的 常常会遇到这种状况 那时候就无力感 当时你就很想要反抗 可是他们是媒体 对不对 你是对事不对人 他们也是工作 所以你要 有些时候我们要换位思考 你站在他们的立场 他们只是为了一个工作 我觉得无论如何 网络霸凌或者实体霸凌 其实就是一个真正的关系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一定要为自己的行为 还有我们所做的事情负责任 那第二呢 这个事情跟李腾还有我比较有关系 就是《红星大奖2021》 夏绝 老师讲有看吗 没有 很特别 因为第一次就是 你能够在Chunkie Airport 这样的一个场地主持 应该是很难再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了 而且不可能 刚好那个时候 整个机场是关起来的 而且拿奖是自己拿的 对 自己拿 没有人颁给你 对 这是不同的感受 那关于今年的《红星大奖》 很多艺人的服装都备受阻磨 我们的男主角又回来了 Alvin 黄俊龙 是 当时我是有投资在Instagram 就是我第一个感想不是班冬 那是什么 Dampon 如果是我当艺人的话 我会觉得就是 我不管你讲我好还是不好 就是我要你讲我就对了 我爱他 你们知道最近有这个 Asian Academy Creative Awards吗 没错 然后我们的Cynthia姐徐美珍 就出席了这项典礼 其实你知道她就是有收到很多 网民的这个不好的留言 我觉得很好看 为什么会有人说有问题呢 因为有人觉得就是 比较老一辈 就是觉得应该 不应该这样子 比较保守这样子 我觉得她穿出很有气质的感觉 而且整个气场都出来了 我当时第一次看 我觉得好好看 重点是我们刚刚谈到的这几位艺人 我觉得他们好的一点就是 他们其实没有把这些负面的 这些评论放在眼里 他们反而还以很轻松的方式 去回应他们 所以我觉得这点做得非常非常好 那第三条呢 这和我们都很熟悉的一位艺人有关 他就是Shane包勋平 都知道他消息吗 是 给当时新闻出来是有点吓到 因为他是第二次了 第二次是有点难替他说任何东西 但是我觉得他的做法就是 犯错认错去改过 他也得到那个教训了嘛 就是以后不要再做这个事 因为这个的确是不好的事情 因为没事最好 但是如果有事 你危害的不是自己而已哦 是影响到别人 甚至别的家庭 那其实他还有多一件事情就是 当他犯下了这个错误之后 他其实没有先让他的公司知道 那这一点我也觉得蛮奇怪的 可能他当初觉得说可能没那么严重 但是其实可能他小看了这个事情的 后续的发展嘛 好 那我们来到了第四条新闻 这就是刚刚两位不约儿童所说的 NOC事件 好 请用几句话来总结一下 你对这整个事情的看法 你问我根源是什么 我都不懂了 我只知道就是两个人在吵架 你是不是认识Sylvan 你也认识Ryan 我也认识Ryan 好 你会说你跟谁比较熟吗 一样吧 一样 所以当你选择访问 都不俗 都不俗 所以当你选择访问Sylvan的时候 你会不会觉得以后面对Ryan 会感觉到尴尬 应该是会吧 我问一下 你有没有提出一样的要求 就是访问男生 有啊 有啊 把男生然后没有 就是完全没有回应我的话 所以你其实是同时都有问两位 当时我是先问Sylvan 因为当时的想法是 我看到Sylvan 然后Ryan就是 他没有身陷其中 他没事 然后我觉得以一个朋友 我应该先问候他 你感觉好吗 因为能当场就是理解 他的感受的人不多 然后其实我就是其中一个 然后我就觉得 那时候我自己真的是很难受 真的很难受 所以我就是觉得问候一下 看他可以还是不可以 然后我们就有讨论说 你要不要给你的故事 这样子 你是花了多少时间 挖出Sylvan鸡肉 那么多的资讯 好 这个我觉得有一点就是愧疚 因为其实那个视频 是有人就是拟名 有人就是拟名很久以前就送给我了 所以我很久以前我就已经看到了 可是我就觉得那时候只是在怀疑 事情过后我就很忙着在做那个 Sylvan鸡肉的视频 我没有什么时间去看这个 性格 然后是我的团队 他们很给拨 然后他们就去找 然后就找到 他用的字体什么什么这些 我跟你讲 这种也是说水很深 你懂为什么吗 因为你看 会写这个SG Chicken Reiser 是他们的熟人 会爆料那个视频给他的 有没有可能也是熟人之一 很难说的 很难讲的 那刚刚提到其实很多艺人 他们也经历了类似的问题 像是这对情侣 小猪罗志祥 还有她的女朋友朱阳青 以及现在的李静蕾 王力宏 你们觉得艺人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 应该怎么对待呢 应该互相在社交媒体 把一切的不好的事情 都攀出来讲吗 我觉得当然是以一个读者的身份来看 我很开心 对 很主意 你怎么会 我觉得很多事情为什么会跑到台面 因为你私底下没有解决好 对 其实最终最终的受伤的 都是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赢者 赢者就是我们观众 对 我认为最终的故事 比较少了 但是我觉得社交平台 其实给很多艺人 一个更好的空间 发生的机会 就像是王力宏和她老婆李静蕾 讲真的谁会听李静蕾讲话 因为王力宏她就是一个巨星 但李静蕾在她自己的IG PO出了这段文章之后 这就是她自己的品牌 那我后来有去仔细思考 是因为很多蛛丝马迹 是跟她所说的话是吻合的 你懂我意思吗 因为有些时候 你讲一些 你要写这么多的字 很容易抓后站的人 对不对 他们可以去pick每一个关键时间 什么字 你讲的每一件事 他们会去tally的 你只要有一个有问题 他就觉得你讲话是就完蛋了 所以我觉得原本的故事就是 如果你真的要把这些事情弹出来 你就讲实话了 所以这些事情到底会如何收场呢 我们拭目以待 继续吃瓜 好了 我们来到了 Top 5最后一条新闻了 这是比较开心一点点的 太好了 很多新传媒的男女神爆婚 恭喜 而且都是接近年底 这么多好消息 什么事 我吗 先找个伴再说 首先有我们的男神 Desmond 陈炯江和他的女朋友 其实在一起 应该有12年了吧 好久 好久 好长 有一段时间 然后近期到法国那里 拍了婚纱照 也举办了这个婚礼 我觉得好 她真的是在担心市场 这样子弄我旁边每次 我太太也是这样整天念念的 圈内其实大家私底下我们都知道 就是她其实一直有一个圈外的 所以我觉得这才厉害 这么多艺人朋友知道 可是没有一个人保兜她 对 那你可能有问一道问题 不许 来 好 来了 那你为什么呢 就是选择在交往了那么多年之后 才公开你的女朋友这次的消息 如果你没有跟她修成正果 然后你跟她公开了 你后来又交了多一个 你知道对于那个下面那个 是很不公平的 因为媒体都会一直讲 她的前任是谁 其实对那个新的会很压力 而且如果说你交往那个 后来分开了 她永远会被贴上 谁谁谁 前女友的 Tag 你知道我意思吗 对她也不公平 对那个女生也不公平 如果你公开你有另一半的话 你身为艺人或者网红的价值 就会往下跌 我觉得网红跟艺人就完全相反 你公开 有一个男朋友你们多么的恩爱 你就会来暴涨那个追踪 然后就是甚至你的男友 还会拿到估计 然后被自己也可以赚钱 这么厉害 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反而是不一样 那夏娟 你有个好朋友Tag 她交往不到一年也就爆婚了 对 所以你怎么看这件事 当然是很为她开心 就是因为现在的就是未婚夫 我觉得跟她很搭配 所以你不觉得这是冲动的行为 如果她是确实的话 有时候你会知道 而且我跟你讲 结婚是有点冲动的 你不冲动还结不了 是吗 李腾 你很快就懂了 你很快就知道了 很快就认到你了 那问问两位 我们今天聊到的第五新闻 你觉得哪一个最有新闻价值 如果说以熟悉度来说 肯定是黄俊雄那个事情 因为那个大家都认识 但是如果是以看八卦的程度 看那个汁度 肯定是NOC的事情 因为那个不是一件事 那是连环宝 对吗 我也是同意 我觉得这是新闻的消息 你会觉得吗 因为我觉得就是 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就觉得就是两三天的事情 然后过了几个星期 其实还在延续 然后当我公布我的议问的时候 我也是在想 到底会不会有人还在这个东西 可能他们已经很热闭了 我觉得 我没有想要分享任何事情 我很惊讶 最后他还是这么 就是很多人在看 很多人瞩目 那我们说到呢 今年你们各自觉得是 最衰的艺人或者网红 对 你这个20对不对 还有衰很衰 如果你想不到他名 他就是不够衰 对不对 没有 只是可能衰得太多 不懂哪一个 我觉得我比较想到最近的心 我觉得Bitam Singh很衰 虽然他不是算是艺人 可是就想到一个名人很衰 然后就是来一下他在议会那边说谎话 不是他的错 你还要帮他 对 他就是敢拿到 我觉得蛮衰的 我的衰的点比较不一样 我觉得是方先生 好 倒霉我就觉得跟你没关 你怎么会被榴弹给拖起 而且是喜事 喜事你还被骂这样 好 我们今天讨论了一连串的话题 还有劲爆的新闻 在结束之前还是想要祝大家新年快乐 我们终于有点感觉 好 2022的展望就是希望 好 我觉得最重要还是健康 其实我个人是希望真的2022年 让我们出国旅游吧 真的 我当然希望就是疫情就是会过去 就是我觉得这个病毒 其实我自己的想法 是我们不可以删除掉它了 它就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所以我觉得就是学习 所以我们不断控制所有人的生命 然后让我们自由 然后照顾自己最重要 对我来说我2022年的展望就是要 早睡早起 吓我一跳 你这样早 早生贵旨 没有 早睡早起 早睡早起 这个很容易 对 很容易 但我为什么就是做不到 教你你要找一个会让你早睡的人 来了 又来了 好不好 来 大家 谢谢观看这一集的刷一刷 喜欢的话呢 记得点赞 还有订阅我们的频道 开启小铃铛 视频福乐看 我们2022年见 HAPPY NEW YEAR 新年快乐 拜拜